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佩玲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映的纪录片是环保与经济系列 荷兰城市再造 以及波克大的蛻变 荷兰在地小人稠的阿姆斯特丹 打造了独一无二的新式住宅 并且保留了景观之美 另一个曾经恶名昭彰的城市 波克大在十年之内改头换面 佩玲洛萨市长实现了理想 让贫穷与环境相连 今天很高兴请到云志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系阮清岳教授来到现场 阮老师您好 佩玲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纪录片 看到两个就是截然不同的城市 那我们就先从荷兰来谈起 那我们一般人想到荷兰 就会想到郁金香 风车 木鞋等等 可是他在谈到这个荷兰的地区 他谈到了一个滨海的这个社区 这滨海社区很好玩 它竟然是在一个废弃的港湾 要去做一个住宅区 可是我们知道荷兰这个 很精彩的建筑物很多 那老师您怎么看 他为什么会选这个地方来做介绍 是 这个是蛮有趣的 像阿姆斯特丹地 像所有的城市 像台北也一样 我们都会面对的就是 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 有些老旧的 尤其是工业的使用 就会荒废掉了 我们就转换 像这个案例 它就把一个靠海边的地方 转成了一个住宅区 通常我们想象 在一个荒废的地方靠海边 应该会盖一栋两栋高层大楼 可是这个方案 它就完全是逆转了 它就盖我们觉得 好像没那么现代 没那么进步的低矮的房子 那这个的思考 我觉得是这个片子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它其实也反映了 一个时代的趋势 因为大概在整个20世纪 我们就一直追求说高楼 好像是人类城市 跟居家的一个答案 不过一百年反省下来 我们接近看到 其实很多重要的大城市 像先进的阿姆斯特塔 在里头居住人 其实都是很有选择性的 他们完全可以住到大楼 可是他们开始宁愿住到 一个巷弄的 一个低矮的房子 人跟都市尺度的关系 可能在中间是很值得推敲的 是 而且在居住上头 除了高楼大厦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不同的选择 其实城市当然在过往 我们还是有一种 以科技为基础的一种炫耀性 那高楼通常会拿来当作炫耀 因此居住里头的人 透过高楼会有一种光荣感 但是真的住在高楼是那么好吗 这个问题现在开始慢慢被思考 其实在整个城市 历史的城市发展里头 主要城市的个性就是居家 然后跟一个街道 你的街道 其实像是你的社区 活动范围 对 然后你透过你的街道 形成一种大家共属的一种范围 互相认同的 那大楼的关系把这个打破掉了 就是你基本上你大楼里的人都未必认识 走出门更没有 你没有一个认同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街道它比较窄 所以它速度放慢 然后你人在中间的时候 可以感知到环境 是 你可以感知到附近的东西 比如说一花一草 你可以注意到每天的变化 那种会形成你跟环境的一种 互相的认同跟共俗感 那这个其实都是蛮重要的事情 那我想这个片子其实是提醒我们 究竟到底怎么样的居住环境 是未来21世纪我们可以选择的 是 而且其实像他们这个湾区 如果说不是做一个海湾的需要 它那些地它大可以去把它填起来 可是它却把那些水稻去流下来了 它另外让我们去思考选择的就是 海湾它可不可以是一个绿地 我想这样子的也是一个很突破性的 一个挑战上的思考 在20世纪我们城市的转换非常快速 有一些最早设定的 比如说台北游泽 华山等等的 它隔了20年 隔了50年 它整个使用性就转换了 我们在转换的时候 其实可以更开阔地去思考 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 它曾经它也许是一个工厂 但它未来可能会变成一个 植物的花园也有可能 就是我们对城市的想象跟定义 在这不断地更新跟转换中 其实是充满了挑战的 而且我们也挑战我们对于未来的视野 荷兰人也很有趣 如果在一个这么地下人愁的这个地方 我们台北人就是很直觉地想到要住高楼 可是他们却是喜欢一个比较低矮的建筑 那就会面临到说 可能所有的房子都会变成长长的 那他们就引进了一个天井这样子的概念 看到那个天井好亲切 尤其像我们有在这个大西老街 他走进那个店铺里头就看到有一方阳光 就是落在这个房子的一个中间 所以其实天井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又重新再回到一个新的建筑与会 是 我想天井这个是我们大概在台湾的人 或东方的人其实都很熟悉 到那大道城那一带 我们都还可以看到这些街屋 它这种街屋的形成 其实跟荷兰现在好像在21世纪 提出了一个新的答案 我们在大西就曾经看过的 街道的公共性 但是街道是舒服的 你会觉得在里头你不会害怕 你充满了危险感 或者太高有压迫感 你会觉得很自然 然后有很多活动 所以你会感觉到人的那个环绕 跟事情的发生 台湾的通常临街 可能还有一些商业行为 那这实际上会带动一个街道的一个 一个人气跟人味 然后进来到第二层 你才进到一个安静的居家 那这居家中间就用天井 带进自然 包括这自然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阳光 空气以及植物 那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 就像一个废在房子中间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亚洲的 非常东方的 那可是我们在荷兰这个案子里 我们看到他们开始用屋顶做天井 那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种 可以说是呼应吧 是 而且非常希望说我们以前小时候的一些回忆 可以重新再回到我们这些 现代建筑的空间里头来 是 是 我想找找的一个天井 可以让那一家人觉得多么的安静 跟凝聚的一个空气 所以那个天井是有一种 我们这个传统建筑的天井 它有一种内聚的一种 而且安定的力量 其实这就是家庭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那在影片中我们另外看到一个 比较大量体的一个建筑 就昵称为金鱼屋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建筑本身 就美学来讲不会特别的惊艳 可是在听到它怎么样去 配合它的这个天际线 其实它是有巧思在里头的 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 来帮我们导读一下这个房子 那这栋在里面像是 看起来是有点特殊 因为跟街屋的整个形式不一样 那街屋它其实是设定给一般的家庭 所以它可能一户会有八十平 这样子有三层楼 然后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可是我们在规划程式的时候 也许会把不同族群的人 就是切化到不同的区域 那其实在现在的观念就是说 其实在同一个区域里头 应该要多样的混合 所以它这里头也希望引进 单身的或者小家庭的 所以它是盖一个 其实是一个大型的建筑 里头盖了可能将近两百户的小单元 让不同背景的社会阶层的人可以进来 那因为这个整个量体比较大 比较容易造成对环境 或对旁边的人的一个压迫感 所以建筑师在处理上 他用很多斜的线条 然后是不对称的 让它产生出一种线条的轻盈感 用这轻盈感来化解 那个大量体造成的压迫感 那我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巧妙的手法 是 而且刚好是一个鲸鱼的形象 好像都是带着 游进海里的这样子的感觉 从海上看过来 也是很可爱的一个鲸鱼造型 在欢迎着它们 是 那另外在影片 觉得很有趣的就是 它在里头有做了两座桥 那一开始它的这个设计 其实并不符合 像荷兰的这个桥的设计的一个法令 没想到它就透过一个变通的方式 因为它的造型实在是太美了 用一个艺术品的方式 去拿到一个桥梁的 使用的一个执照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 这两座桥呢 在现代城市 其实在过去一百年 在设计桥的时候 都是设想桥是为汽车做的 所以整个桥梁的规范 桥梁的该怎么盖 其实是设想车子 不太设想人 也根本不设想自行车 可是在过去的十年 二十年 其实整个城市开 我们都开始重新思考 就是说城市应该回到 以人为优先 甚至于现在开始鼓励 以转车为优先 汽车其实其次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看 像伦敦的千禧桥 它也是一个 只有人形跟单车的 它不是没有汽车 这种桥越来越多 台湾也有好几个 就是我们只为人 以人设计的桥 那如果为人设计的桥 它当然它 譬如说这个桥 它整个的趋度就比较大 因为人其实是可以走得上去 脚车也推得过去 可是汽车过不去 所以如果还用旧的法令来看的话 就会跟不上了 对 这桥好像是不准 即使在阿姆斯特丹 他们设计了两个可爱的桥 给人跟单车过 也遇到了法令的问题 那他们最后选择说 这不是桥 这是艺术品 很巧妙地回避 不过这也反映出 其实时代 不只是时代 整个一直在转变 城市在转变 人的观念在转变 设计者观念在转变 因此其实法令也要 与时俱进 要不断地自我调整 来配合城市 配合时代 而且我觉得 当看到荷兰的时候 会有一种亲切感 它其实在欧洲 它也是一个比较边缘的 比较小的一个国家 这样跟台湾比较 台湾似乎也是一个 在一个罪人小国 那我们想办法 希望能够发挥 我们自己的创意 那在这个纪录片 你觉得可以给我们 台湾的思考会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感觉到 就是像荷兰跟台湾 确实是很多东西 是接近的 在欧洲一个大陆里头 它是一个边缘的 好像似乎小的 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力的 像荷兰这种人 现在在全世界 是非常领先的 他们的创意 他们用他们的创意 然后诚恳地面对 就相信自己 然后不断地自我 自我往前推进 让他们有在 全世界设计界 极高的地位 我觉得这些都 让我们感觉到 其实台湾 就算在有点边缘 有点小 可是完全是有机会的 以荷兰为例子的话 台湾的未来 我觉得是可以 非常乐观的 我们同样像荷兰人 一样也是一群 很认真 而且很有创意的 一群民族 真的是有相当多的机会 所以人的力量是 应该把它发挥 在更好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来看 另外一个这个案子 波克大 我觉得看到这个市长 就觉得 他的确是 非常热血 而且是非常有魄力的 一个做法 那像波克大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台湾人 应该都没有去过 这样子的一个城市 那是不是可以先请老师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波克大 波克大它其实是一个 已经有500年历史的城市 所以它其实是 累积的厚度是很好的 但是它在这个现代 它在过去20年 它实际上主境是非常不好的 它的治安很差 经济条件很严重 然后城市里头的贫富悬殊 而且互相的脱离 那这些都造成了极严重的问题 那在影片里头 甚至于好像也提到说 在过去10年20年前 整个城市就好像是 被黑道在统治 把持着一样 对 就是那个控制者 根本是黑道 不是无政府状态 那是一个很糟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看这个市长 他的这个大大的去改造了 波克大这个城市 那老师您觉得 他最重要的这个成功关键是什么 对 这个市长他其实上任 我们就感觉到 他其实他是有一种 就社会关怀的意思 他有一种要追求平等 就是整个全市民 都是平等的这个态度 那他在里头他也提到 就是说他意识到 他的任期只有这么短 好像就两年 然后他们事实上 预算不充裕 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些 他觉得最关键的事情 那这最关键的事情 其实就反映了他的价值观 他要去做的事情 只有他会做 因为其他市长 都会做别的事 别的事就是很可能 会做一些崇高的 宏大的像伟大的攻击的 宏大的建设 可是你在那有限的预算里头 实际上做不了什么的 那他的思考 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就是他把我们过去 可能在我们在过去100年 全世界都在努力地改造一个 自己的城市 成现代城市的时候 都相信说要做最大的 最快的 最宏伟的硬体 这就可以使你的城市 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城市 然后基本上是相信 硬体跟科技 可以改变城市 那他完全不相信这个 他就相信说 要改造人对城市的感觉 因为他就从人的感觉改变起 在波哥大只有15%的人是有车的 85%的人是没车的 他们也甚至没有钱盖捷运 所以他就先做一种快速 有效的公车系统 用公车系统来解决 城市的交通的问题 同时降低汽车的使用量 然后把剩余的道路挪出来 改造开放成给市民 可以使用的一个公共空间 就是市民愿意走出来 到街道上跟人接触 然后是安全 有绿地 有阳光 他可以非常 母亲可以舒服地带小孩出来 他基本上就是从 他不做那种科技 宏大街 他是在做 让一个人开始感觉 他对于环境让他安心了 他敢走出来 他可以愿意跟别人沟通 他开始喜欢他的环境 他喜欢这个城市 那整个结果下来 事实上是很有效地逆转 那这个东西事实上 我觉得很深刻地提醒我 全世界大部分城市 还是深深地相信科技跟大建设 是 那这过程中有时候会忽略到 其实城市是为谁而做的 城市是为人心做的 可是人心在这个思考过程中 常常被忽略掉了 就做了很多宏大建设 你根本不知道人心在哪里 波克大这个例子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 那么严峻的一个城市环境 然后他有那么少的预算 他只有两年的任期 他却很有效地把它改造成一个温暖的 快乐的一个城市环境 这是非常值得尊敬 是 而且真的印象非常深刻是 他直接就是把一条大路封闭了 然后等到让假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可以到这一条大路上头来 应该就是享受生活吧 没想到人与人之间的这样子的互动增加 对于这个犯罪的降低 还有这个自我感觉的提升 竟然有这么大的效果 有时候我们都想想 我们花这么多的钱 在做这么大型的建设 真的回馈到我们心里面的感受 他到底是有多少 真的 真的是这样 他那条把一个马路 譬如说他每个礼拜天封掉 好像一百公里 很长 他除了让人出来 他另外就是透过这条大道 变成人的这个 在里头很舒服 你很愉快地跟人沟通 他事实上把北边跟南边的 这个平民区跟富人区 同时也消灭了 也做了一种平衡 对 消灭了他们的排斥性 让他们那种对立性 跟社区跟社区之间的融合感 也不知不觉让他化解掉 那彼此的疑虑或者等等了 在这个过程 然后他是一个开放的 因此他同时 他鼓励人出来运动等等了 透过一种市民进入到户外 跟人沟通 把一个你觉得危险的环境 转成一个阳光的 开朗的 是真的很了不起 的确 而且他真的是做了一般的政治家 很少会做的事情 虽然那开车的人只有15% 可是他却是掌握着 能不能去罢免他 或者是他能不能去影响 对 主导他的这个 等于是政治生涯的这15%的人 尤其是他把这个路边停车 原来都是乱停的 但是他现在是不可以的 那等于是把道路还给 另外的85%的人 不管政治的人通常还是倾向 为金日塔上端的人服务 因为而且做一些宏大的建设 这比较容易被注意到 或比较对他可能比较直接的一些帮助 可是像他这样做 为最底层的人做 然后没有做出任何似乎看得到的宏大的建设 有时候是很危险 你可能就好像什么都没做就下台了 是 不过他证明说 其实人有效地改变他们的心理的感觉 反而是可以留着 永远地被留着的 那看完这个波哥大的 这样子市场这个做法 那老师能不能您谈谈 你自己心目中这个幸福的城市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两个城市其实让我都感觉到说 他们最终他们都开始思考到城市是为人而存在的 那因此城市的所有建设 所有的规划都不要忘记人的感觉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建设的时候 以人为名 其实你常常已经脱离掉人了 那它回到人的根本 然后重新让人跟城市密切地连结 那这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好的启发 那台北其实在这几年我们也常常听到 从外面来的人对台北称赞 我觉得台北其实就是一直是 人跟城市的关系是良好的 那这个相对于很多看起来 开发得更快更进步的城市 在台北你觉得温暖舒服 尤其走到巷弄里 你觉得非常的自在 那这个可能在某个观念上 我觉得是跟这两个城市正在思考的事情 是一体的 它是同样的一个方向 是 我们常常就是在看到别人的时候 别人的这案子的时候会想到我们自己 有时候我们生活在台北 我们可能把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了 那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你觉得台北的哪些点 有具备这些幸福的要素 对 我觉得第一个是台北 它其实就是没有一下子盖的很多高楼大厦 我们在主要的台北都还是四层楼 低雅的公寓 他们所甚至于在西区的这些 像是透天的这房子 他们围出来的那种小小尺度的巷弄 然后台北的人 他基本上非常的友善 温暖 安全 这个可能是波克大努力要寻找的 可是在我们这里就存在了 然后在荷兰他们想要回到 人 居住的人跟街道的关系 跟他的庭院 跟那个大自然的关系 这些部分在台北我们巷弄里头几乎都感觉到 我觉得台北好像没有努力去做什么建设 可是不知不觉的我们似乎已经拥有了一些珍贵的东西 或者说台北就是因为没有太急切地去自我进步 使它保留了一些还不错的品质的东西 应该是从一种量的这种变化到一种值的这种变化 对于一种巨大 崇高 就是以让人震惊的那种态度 不去追求那个 而是比较专注于每个人就照顾好自己的小环境 然后这整个小环境形成一个舒服的共同的环境 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台北市场做得很好 台湾整个都做得很好 我最近到台南 我觉得台南是极度迷人的层次 台北人或者是说台湾人有这样子的思考 是很值得开心的 那可是面对现在其实有许多的 像是一些比较老旧的社区 大家就会有一些都更上面的一些声音 那我想都更本身 它如果能够去具备这样子的考量 它会是好的 但是如果它再建成这样子的量体 是让人忧虑的 那老师您觉得真的在我们在做都更的时候 如何要放进这些幸福的元素 让它更具备有一个永续城市的条件 是 是 这问题很好 因为台北也从战后来下 我们事实上这个城市或台湾城市都面临老旧化 我们事实上必须更新 就好像荷兰它那个荒废的地方就必须更新 那只是在我们选择更新的时候 可以透过今天的两个城市的案例 我们思考到到底你是要再盖几栋高楼呢 还是你要思考它原来城市的纹理 它那种尺度人跟环境的关系 这个部分也许可以给大型的都更做开发 它可能会是大规模的拆建 大规模的迁移 然后大规模这个社区不见了 同时社区里头原来的人跟人的结构也瓦解了 这些都是隐形的伤害 所以都更假如是可能的话 事实上可以思考一种就是 原来社区的人原来的尺度 他们熟悉的环境 不要给它做巨大改变 让它在安全上 在生活设施上 在都市环境上 慢慢地自我调整 就不要用铲除了重建 不要以这个做唯一的答案 我想这个迈入21世纪 尤其像刚刚老师提到 我们台湾其实也渐渐面临说 我们都市已经渐渐地老旧 那我们要有一个都市转型的 应该说是机会吧 那我们借由今天这两个影片 荷兰跟波克塔 我们在面对我们城市 要在更新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怎么样的思考跟提醒 因为整个城市发展 到现在的可能全世界 已经有50%人住在城市里 在未来50年可能会到75% 所以城市跟人居住的关系 越来越密切 那我们有过去100年 这个城市化居住人在里头居住的思考 今天这两个城市的案例 让我们看到说 在我们面对未来的100年 我们人究竟应该如何住在城市里头 它提供了非常不一样的 也许我们再回到一种谦卑的 一种以人为本的一个位置点 来思考城市的发展 就不需要那么宏大 不需要那么激烈地做什么 就是照顾好每一个居住里的人的身心 让他安定 我觉得如果能这样去思考 就是应该21世纪是更值得期待的 是 而且藉由这个都市的更新 也借着可以做着一些心灵的改革 是 重新再找回都市 以人为本将之的一个精神点 那其实像以前我们都是很崇拜一些 可能是代表都市的一些大型的建案 可是能不能让人类的笑容 住在这里的笑容 可以成为这个都市的这个面貌 是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整个的重点 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让我们重新对于我们台北 或者是我们台湾未来的都市 有更多的期待 感谢老师 谢谢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地球正式 感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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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